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月华股价暴跌 王一不要离开 粉丝乐开了花 看到月华娱乐股价暴跌接近80% 很多人都在好奇 这难道有什么大动作 华股上市略等于王一博概念股 一半以上的收益依赖它 这次股价暴跌 懂的人都知道 上市一年了 持股仁道了解近期 有人退股或者抛售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暴跌这么多 估计是持有大股份的人 自然不少人会想到是王一博 都知道月华能够上市得益于王一博 上市后很多人发现 原来这些年的王一博为公司增收了这么多 活脱脱的打工仔一枚 引来不少人的心疼 特别是王一博的粉丝 更是妈妈粉的存在 忙忙碌碌这么多年 整个公司靠他养 月华这次股价暴跌 很多人想到的是王一博 是不是他要离开 也只有他才会引来这么大的阵仗 不知道为什么王一博的摩托大军 会这么开心雀跃 王一博跟月华的关系 有点类似于董宇辉和东方甄选的关系 月华一直在去王一博化 杜华更是夸下海口 说什么可以复制下一个王一博 这么多年过去了 终究让他认清了现实 王一博不可复制 从小练习舞蹈 业务能力扛打 个性和个人魅力 才能让他持续爆火这么多年 天时地利人 何才能造就他的出圈 独树一帜才能脱颖而出 论娱乐圈中的顶端流量 哪个个性不鲜明 王一博把很多从不追星的人 一网打尽 除了颜值和业务能力 更多是他的个性和魅力 他不善言辞 却行胜于言 自律还坦诚 保持热爱却又通透 身处娱乐圈这种名利场所 能够不受诱惑 还能保持自我 着实不一般 情绪很稳定 才能让很多人喜欢他 年性这么高的原因所在 王一博的实力不容小觑 街舞的出圈 各种舞蹈的适配度 出彩的舞台表演 带动全民热潮的魅力 让他大放异彩 月华上市 招股书中 我们发现王一博的收入状况 一年给月华赚了好几个亿 让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的商业价值的厉害 可是随着月华的上市 才会有王一博粉丝不待见月华 依靠着他赚的盆满钵满 更是多次喊话月华娱乐 好好对待他 不要让他饱受这么多的非议 这次股价暴跌 粉丝才会鼓掌称快 让不少人以为王一博要离开的节奏 更是乐开了花 其实说到底 各位还是不要节外生枝 网络上的各种传闻并不可信 纵观这么多年 王一博整体团队运作还是很不错的 更是得到业界的认可 王一博的态度和选择都是明确的 各位还是歇着去吧 月华股价暴跌 跟王一博关系不大 他也是那个打工仔 更不可能离开 因为王一博续约到2026年 外界纷纷扰扰 不过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没必要在乎太多 没必要为那些不明所以的事情而烦恼 支持王一博就好 其他的那是公司的事情 资本运作而已 不懂就不要被带节奏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